段宇临死才猛然醒悟 当年王宇燕惨遭采花贼轻薄 为何不怒返向 在新修版天龙八部的末尾 王宇燕抛弃了段宇 转身回了燕子午 就算王宇燕驾着骏马飞奔而去 只要段宇施展凌波微步 也能轻松追上 既然如此 段宇为何眼睁睁地看着王宇燕离他而去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段宇即将成为一国之君 他对王宇燕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常言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笔者认为 段宇的变心并非一朝一夕 好比王宇燕被云中鹤轻薄之时 二人嘻嘻哈哈的对话 或许给段宇敲响了警钟 众所周知 王宇燕妩媚动人 美得好似九天玄女下凡一般 此外 为了能够引起慕容妇的注意 一向不喜欢打打杀杀的王宇燕 竟苦读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学 这才对各门各派的武功招式了如指掌 王宇燕外貌出众 又是一步行走的武学宝典 条件如此之好的女子 犹如凤毛麟角 但王宇燕似乎是个恋爱脑 她的眼里只有表格慕容妇 与此同时 王宇燕的性格似乎也不讨喜 和黄荣 赵敏 任盈盈这些女主相比 可不是差了一点半点 好比王宇燕被云中鹤出言轻薄之时 至少王宇燕表达出来的言行举止 就令人反感 原来云中鹤身为四大恶人之一 是一个人人唾弃的采花大盗 云中鹤依仗卓绝的轻功为妃作歹多年 不知有多少女子 被云中鹤玷污了清白之身 因此 群长女子只要听到云中鹤三次 早就吓得花容失色 然而王宇燕就不一样了 那时王宇燕为了追寻慕容妇 瞒着王夫人逃出了曼陀山庄 跟着段玉一起闯荡江湖 阴差阳错之下 王宇燕和云中鹤相遇 眼见王宇燕千娇百媚 身姿曼妙 她当着群雄之面调戏了王宇燕 云中鹤阴阳怪气地说道 小妞生得好美 跟我回家做老婆吧 做老婆就是做老婆 为何还要跟着云中鹤回家做老婆 云中鹤的言下之意很明显 她的重点不在于做老婆 而在于回家做 王宇燕保读诗书 照理说能听懂云中鹤的轻薄之言 可神仙姐姐却偏偏在乎的是云中鹤的那一句 小妞生得好美 果然 云中鹤的这一句话 竟让王宇燕心话怒放 只见王宇燕不怒反笑道 你有什么好 我才不嫁你呢 王宇燕和云中鹤嘻嘻哈哈之计 段玉就在一边 尽管段玉表面上没有生气 但她内心必定五味杂陈 百感交集 加之段玉后来即将登基为帝 成为一国之君 她势必要挑选一个能够母仪天下的皇后 王宇燕如此表现 难怪段玉没有答应 立王宇燕为大理国的皇后 不过段玉多年来一直没有搞懂王宇燕 为何会和一个采花大道聊得有来有去 直到临死之际 段玉这才恍然醒悟 看过新修版天龙八部的朋友会知道 金庸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段和玉 作为段玉的原型 根据段和玉的生平事迹 我们也能窥见段玉的晚年生活 段玉在晚年遭遇了诸多风波变故 无心朝政的她最后顿入佛门 在天龙寺里落发为僧 段玉归一后 每日打坐冥想 一日段玉入定之后 灵台一片清明 当年很多想不通之事都迎刃而解 就连王宇燕为何要与云中鹤嘻笑 也找到了答案 原来王宇燕自小在曼陀山庄长大 她的周边之人屈指可数 这种环境造就了王宇燕一副不安世事 不懂人情世故的单纯性格 此外 王宇燕尽管美德出落凡尘 但曼陀山庄里都是婆婆 婢女 没有半个男人 加之王夫人平日里不苟言笑 因此王宇燕从小到大 从没就没听到有人夸她生的美 慕容妇则是王宇燕接触次数最多的异性 但慕容妇也将全部心思放在妇国上 尽管慕容妇也明白表妹王宇燕是世间罕有的美人 但她哪会当面称赞王宇燕美得不可方物 最后看段宇 即便段宇情迷王宇燕 有一种神魂颠倒的丑态 但段宇这个书呆子年纪尚轻 哪里会像段正纯那般说出一连串的甜言蜜语 将周边的女人哄得喜上眉梢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云中鹤虽然出言轻薄了王宇燕 但王宇燕依旧没有生气 反而对云中鹤微微一笑 毕竟这么多年来 王宇燕第一次听到有人当众夸她美 遗憾的是 直到段宇老太隆中气弱油丝 她才猛然醒悟 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